好 我们再把镜头转到中台湾 经过各方的努力争取 为在台中南屯的一个彩虹眷村 终于可以保存下来了 前天台中市长胡志强 亲自到这里来视察 并且表示将透过重画 把县纸纳进公园的范围 来保存下来这个老荣民黄永富的作品 这个消息让彩虹眷村附近 涌进了更多的人潮 而黄老先生也说他非常的高兴 未来将会继续作画 让更多人来分享他的作品 原本要拆除的彩虹眷村 终于可以保留下来 黄老先生心里的大石头 终于可以放下 不是我一个一个开心 他们都付给了很高兴 不要搬家 他希望做这个 他说习惯了 难得展现笑容 黄老先生说很开心不必搬家了 也会继续作画 让更多人分享他的缤纷世界 几天下来的网络串联 加上大量抢救信件涌进台中市府 也让这个小眷村爆红 涌进大批人潮 如今抢救成功 民众希望黄老先生可以继续作画 我觉得这个老人家 心里内心啊 非常色彩很漂亮 一定他的日子是很快乐的 他画的都还蛮不错的 所以我觉得可以推广 然后把它当成一个观光的景点 抢救有了契机 原先采用眷村在文山春安自办重画案中 被画为住宅和道路用地 尤其被画在主要道路之内就得面临被拆 而市府重新勘察衡量 认为画作有保留的价值 决定透过重画的方式来保留 做法是把原子在重画案中 规划为公园用地 如此就能永远保存 把这条计划道路变更掉 那房子就不用拆了 至于这些房子要保留下来 看要变公园预定地或是其他的用地 那我们还要进一步再讨论 怎么规划还得进一步细部讨论 目前确定纳禁公园预定地就地保留 未来希望提供给黄老先生更多作画的空间 让他的画笔可以继续画下去 记得林健身棚换群 台中报道